你真的好人 可以嗎? 可以 可以 人家說旺角很像台灣的西門町 香港經過了很多波折之後 現在不知道變怎麼樣 所以我們要過去瞧一瞧 大家好我是阿長了 再來一次 那今天呢 就是來這個街頭做一個有趣的訪問 什麼訪問呢? 就是呢 想問香港人對台灣的一些文化的理解 跟一些知識 那相對的呢我聽說 在香港學中文呢 聽說非常的困難 那他們呢跟我們台灣一樣都要學 那今天就是要考考今天街頭上的香港人們 知不知道 認知到底有多少 我們來 Let's go 吧 尋找目標 你好 麻煩 你好 麻煩 哎呀 嗨 哈囉 嗨 麻煩 你好啊 我還台灣人啊 喔 台灣人 嗨 我想要跟你們聊聊天可以嗎? 可以啊 嗨 您好 怎麼稱呼 Fanessa Fanessa 對 哈囉 怎麼稱呼 小花 小花 對 我姓老 老人家的老 老人家的老 對啊 這麼酷的名字 你有去過台灣嗎? 有 有去過 那你去了哪裡玩? 台北 去過台北 台中 呃 肯丁 那你們知道台灣有原住民嗎? 我知道啊 知道啊 那你猜我是哪一族 阿美族 阿美族 你怎麼知道 我亂猜啊 哈哈 你有看過嗎? 呃 有聽過 我是阿美族的 你有看過阿美族嗎? 呃 你知道台灣人人住民的人嗎? 我知道 我可能錯了 就是江蕙妹是阿美族的 喔 江蕙妹呢 他是北南族 阿美南族啊 美麗的誤會 那你們知道現在有幾族嗎? 喔 這個我不知道 現在有十六族 十六族 那你有去過花蓮台東嗎? 有啊 就那邊感覺是不是覺得 生活步驟更慢了 對 很秋 很秋 通關的話我想去花蓮那邊 花蓮啊 欸我是花蓮人欸 喔 真的嗎? 我是阿美族 我教你 去花蓮台東的 你只要準備三樣東西 你住的都免費 喔 真的嗎? 對 你只要去找原住民 就準備 煙跟酒 還有櫻朗 說我是外國人 這個給你們 你就可以得到一碗免費的 喔 真的真的 老何傑 那你喜歡吃台北夜市的什麼食物? 復原 復 復 復丸 復丸 復丸啊 不是 御丸 御丸啊 御丸 臭豆腐 對 臭豆腐也喜歡 臭豆腐不敢吃 對對對 不過外國人都不敢吃了 因為香港的真的很臭 台灣的沒有那麼臭 哈哈 那我問一下 在香港念小學 是不是會念到就是中文 有聽過嗎? 好像有耶 有嗎? 可是沒有太大印象 沒有印象 對 因為在台灣就是學中文就是 這樣拼音 那你們學中文的話是怎麼學的? 我們沒有特地的去 就是去學 就是念就對了 對啊 就念 我們就是 就這樣子念 啊真的假的 對 我們不是 我們不會學拼音的 所以你們在中文是沒有拼音的? 沒有 有拼音 導演我錯了 我錯了 原來是沒有拼音的 是沒有拼音的嗎? 因為說有拼音 可是我們不會學 你們願意教我一句廣東話的粗話 廣東話的 粗話 粗話 就是罵人的那種 很厲害喔 我沒聽過耶 沒聽過喔 我沒聽過耶 不要告急的 這個是 真的假的 對 就是全家時光罵 好 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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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開帶 開帶 我也沒聽過耶 開帶 開帶是什麼意思? 那些很壞的人 很壞的人 就像我一樣 像他一樣 他又很壞 哈哈哈 你教我一句好了 因為我也是要來想學廣東話 你生得好美女 你做生女好美 你生得好美女 你生得好美女 哈哈哈 你生得好美女 嗯 你生得好美女 謝謝 哇 香港的珍珠奶茶跟台灣的珍珠奶茶 是不是有茶 有茶 真的有茶 我覺得有 我真的還沒喝過耶 香港道地的茶 可以建議我台灣人喝什麼 香港道地的茶喔 那你要去那個茶餐廳 茶餐廳 那個刺襪奶茶 刺襪奶茶 對 真的假的 要喝熱的 要熱的 就比較好 這每個茶餐廳都會有嗎 嗯 都會有 可是不一定都好喝 哈哈哈 對 好啦 那我們謝謝我們的朋友 就是做了一個街頭的簡單的訪問啊 謝謝我們香港的朋友 謝謝 我現在要去喝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我要去喝看看 台灣在香港的珍珠奶茶 到底 跟香港朋友說的有沒有些差別 在哪 珍珠奶茶 在哪裡 欸 珍珠奶茶 就我竟然在香港找到有些九份珍珠藝圓 正中台灣首治 就想要瞧瞧一下 跟台灣有沒有什麼差別 我們來先看菜單 欸沒有啊 我想要一杯珍珠奶茶 我想問一下呢 開這家店的是老闆是台灣人嗎 不是 香港人 欸你中文好好喔 嗯 一點點啦 多一點點 哇那很酷 你有台灣的朋友嗎 沒有 一個都沒有嗎 沒有 真假的 那你建不建議認識一個台灣的朋友 你嗎 OK嗎 OK 可以可以 那你知道台灣有原住民嗎 嗯 你不知道 對 那台灣原住民呢 是一個非常 喜歡 幽默 風趣 就是很喜歡搞笑的 就是喜歡 簡單生活 今天賺錢 今天晚上花碗的那種 好 哈哈哈哈 OK啊 好啦那我們就謝謝我們今天九份的店員啊 按摩 對 OK 如果喜歡他的話也可以追蹤他的IG Follow他來這家店品嚐品嚐喔 掰掰 今天呢 做完了一系列的街頭訪問 還路上遇到了賣九份的珍珠奶茶 OK 那今天呢 就到這邊Ending啦 那希望呢 在看的朋友們 能追蹤我 Follow我 分享出去喔 也可以追蹤這些被街頭訪問的朋友們 追蹤他們的IG OK 下班啦 多樣